您知道在台湾也曾经有一个户外滑雪场吗 60多年前海拔超过3100公尺的荷欢山 每年冬天都会有两个月的积雪期 由于地形坡度都适合滑雪 因此当时政府在武岭成立了寒逊基地 也在松雪楼附近设立一般民众能够使用的滑雪训练中心 国发会也在脸书曝光当时珍贵的滑雪照片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留言 说他的父亲53年前也曾在那里当兵受雪训 放眼望去黑白照片里头大片白雪覆盖满山满谷 仿佛阿尔卑斯山的雪景 这个地点不在国外而是台湾武岭 你在二六二天后冰雪地中 你要怎么样过正火球灯啊 大概是荷欢山就是最佳的一个场地了 原来60多年前当时政府开辟东西横管公路支線 发现海拔超过3100公尺的荷欢山 每到冬季会有两个月的积雪期 加上地形坡度刚好作为滑雪场地 因此就在武岭成立国军寒逊基地 并在松雪楼附近 设立民众可以使用的滑雪训练中心 国发会在脸书分享当年照片 也吸引银票网友回复 有1644梯的国军弟兄表示自己就在这里寒逊过 还分享跟同梯的合照 更有人表示当时的教练告诉他们 如果来这里受训都会特别造册 要攻打东北的话就会空降他们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提到他的父亲 53年前也在这里受训 说准备反攻大陆要从东北打起 还有不少民众都po出当年珍贵照片 白天冷晚上更冷 现在回想起来 却是一个人生很特别的一个回忆 就国土和暑假 在那边都有活动 从那边也是可以滑雪 然后就去滑雪 时光流淌 物患心仪 气候变迁之下 松雪楼旁的滑雪场已经销声匿迹 只剩国军寒讯中心还在运作 但是老照片纪念当时景象 让民众大开眼界 记得曾如晨拿头报道